台铁太鲁阁号列车出轨死伤意外 时隔两年 近期却陆续地在事故车厢内 发现了罹难者遗骸以及遗留物 引发了各界哗然 台铁局长今天在行政院会上表示 会透过关怀小组 用LINE或者是致电的方式 向家属表达关切跟歉意 但是却遭到了罹难者家属团体发言人 王维钧谴责过于憔率 台铁局随后在下午紧急召开记者会 局长也在记者会上 向罹难者家属致歉 向所有我们相关的家属及社会 先致歉 鞠躬道歉长达11秒 台铁局长杜伟与官员们神情凝重 因为发生死伤事故的太鲁阁号车厢 两年多后陆续找出罹难者遗骸 以及遗留物引发哗然 台铁局7号召开记者会 局长公开致歉 目前在事故车厢内 检警单位9月1号4号 二度清查发现共有168件遗留物 包含手机耳机衣物等物品 台铁局9月7号也在官网公告 遗留物清测 在关怀的过程中呢 主动的来协助我们家属 来这边指引来领取 这场记者会也被外界质疑台铁是不是被逼得不得不出来 因为同一天上午台铁局长杜伟在行政院会后表示 会透过关怀小组用LINE或致电方式表达关切跟歉意 随后罹难者家属团体发言人王维钧抨击 部分罹难者家属不想再跟台铁局的人接触 也不敢坐火车 用赖道歉感觉不够正式 不如办一场记者会公开正式的跟家属致歉 王维钧也认为台铁无论致电或传讯息 对家属而言是二次伤害 是因为他又会再回想起他的亲人 就像这次找到遗孩 其实让很多的家属都是心情都回到了 两年多以前事故当下都没有一个实质专业的一个关怀部门 在处理这些可能有事故或是灾害的时候 跟家属的联系 就盼政府单位能够具体改善 别再让家属们的伤口再次被撕开 这台北组合报道 云亮义影车行进新北市板桥台六四线快速道路 突然之间车头偏移自撞护来 瞬间车体零件四散吓坏了用路人 另外在新竹云亮连接车行进竹东的时候 一次是天雨路滑 转弯路段打滑车子90度打横 还撞断了路旁的红绿灯感 快速道路上巨大声响 影车突然自撞护栏 而这一撞车体零件瞬间散落一地 真的好可怕 惊险瞬间吓坏其他用路人 只见车辆四轮朝天横躺在马路中央 车头几乎全毁 可见当时撞击力不小 事发在七号清晨五点多 一辆影影车行进新北市板桥台六十四线快速道路时 几乎没有刹车就直撞护栏 力道支打造成整部车辆一百八十度翻覆 驾驶一度受困 锦销道场赶紧将人救出 同样惊险车祸也发生在新竹县竹东镇 连接车准备过弯 下一秒车子向右偏移冲撞路边红绿灯杆垂直倒下 整辆车身打痕在路中 行进的车辆和附近的民众见状都瞬间停下 连接车驾驶六号上午十一点多 沿着东风路往竹东方向行驶时 疑似田与路滑导致轮胎打滑造势 索性没有任何人受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综合报导 真的是好惊险在新北市树林有大型的拖板车卡在平交道的铁轨上 动弹不得 这辆大型拖板车是载了四大捆缆线 昨天下午四点多 因为下大雨临时变更路线 没有想到由于车底的这个底盘太低了 卡在树林的铁路平交道 动弹不得 眼见栅栏就已经放下来 火车就要来了 驾驶是冲下车赶紧按下停时钮才没有发生意外 而远景呢也紧急找来了附近的堆高机神救援 花了15分钟最后成功的化解危机 超大拖板车载了四大捆缆线准备过平交道 但车都还没过一半突然卡住了 那个角度看更清楚 拖板车车身就这样卡在铁轨上 下面有栅栏跟着放下 火车就要来了 实在好紧急 前军法制机拖车驾驶火速跳下车 急得狂按停时钮才没酿货 但这么大台的车怎么处理众人伤脑筋 远景临机一动转距离平交道100公尺外的堆高机业者迅速支援 一插一声把拖板车慢慢推高成功脱困 你有没有吓到很紧张 其实有耶 因为会想到太鲁阁事件 我站起来看的时候 我是看到火车怎么会停在那边有一段时间 因为会车不可能这么久 民众头一次看到这么惊险 简直快吓坏了 事发在6号下午4点多 拖板车经过树林福德街平交道时 由于车身底板太低卡到铁轨 造成前轮悬空失去动力 大家齐心协力 15分钟后终于脱困 但也一度造成台铁班次延5月10分钟 拖板车故障停于新北市树林区福德街平交道上 三家所警力已在现场协助 16时46分台铁耗置检查遮断感无损坏 检方表示这条路平常大车较少通过 拖板车是因为大雨大岸地下到积水才改走这条路 这回拖板车驾驶疏失在平交道 林亭最高野可储9万元发还 也幸好有对高级神救援成功化解危机 记者无影帮忙忘家新北市报道 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侦查队严信小队长 爆出违法调阅各资泄漏给前台北市议员 林瑞图前助理还有修车厂业者 系林地检署在今天兵分五路搜索 将涉案的五人约谈到案 严信小队长在过去曾经荣获模范警察 如今却涉入了涉嫌泄漏各资案 也令警戒相当压异 远警全副武装冲锋陷阵查起枪炮案件 当时身穿绿色上衣就是中正一分局侦查队 严信小队长马上将人压制在地 但日前市林地检侦办案件 却发现案外案怎么涉案嫌犯的手机里 有严信小队长的联络方式 一查发现原来他从2018年到2019年 还任职于北投分局的时候 疑似受到前台北市议员林瑞图的前助理 还有修车厂业者委托 调阅好几笔的民众个资 而且疑似有收手不法利益 市林地检七号一早指挥 连政署终成一分局缤纷五路搜索 涉案五人后续将移送市林地检复训 针对本分局侦查队严信小队长 涉及不法行为 本分局一定会遗语研办 严信小队长从警32年19年前 追捕毒贩差点就要被撞上他 英勇开枪歹人 过去还曾获模范警察表扬 没想到这回却深陷泄密案 令警戒相当压抑 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 检连还要继续查清楚 借助总理马圣洁台北报道